懶受 香菇 脸上点了好几颗痣 外加贴上双眼皮胶的死于眼 台志源一开口就让人笑翻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听意思 我一个女孩子这么香菇 懶受 模仿起男龄小子的失恋心情 台志源不管是口音还是表情 真的是超级像的 但让台志源难受的女子居然是她 蔡总统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取消七天假在这里 这七天假 从来没有放过 已经够难受了 你还把它取消 更香菇 真的是笑到肚子痛 只是大家反问 以前这七天劳工假 本来就没放过 到底香菇的点是 因为我爸爸是开印刷厂的 2017年的阅历 早就印好了 你现在说要取消七天假 我们要全部重印在这里 模仿为妙为孝 台志源气酷的表情 却说出喷饭的内容 已经印好了要卖给谁 要不然通通卖给你蔡总统 现在没有假期 还损失钱 要把日历通通卖给蔡总统 台志源的蓝售才贴出12小时 就有221万的点月次数 大家都说实在太疗愈了 记者欢迎刘刘诗伟 谢谢照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